歡迎收看 帥哥 營養師 又要把營養送到你家了 他很神奇 我都覺得 健康的東西一律比較難吃 他的東西都很好吃 胃包餵死 但是我常常要提倡 穿細磚打領帶就可以做 這樣才是比較簡單 無油煙嗎 對 無油料也無醃料也比較健康 但是口味上又大家能夠接受 我研究 剛才營養師提到了 豆類 其實豆類對心血管精度非常好 因為它第一個高鮮 第二個有卵磷子 卵磷子就可以乳化脂肪 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很多一些抗氧化汙 所以日本人為什麼心血管疾病 會比全世界一些比例比較低 真的嗎 對啊 那你看 你看他們的那個 我覺得有三個法寶 第一個就是納豆 第二個就是味噌 第三個就是海帶 海藻類 這三樣是法寶 還有一個 當然另外其中一個是 還有一個魚 他們吃生海魚 刺身比例也比一般國家高 所以這幾個因素都讓他們覺得 他們日本人的整個 生理進化狀況比較好 所以你今天要帶納豆料理 對 尤其是納豆 現在醫學當然也有研究 納豆裡面有個納豆酵素 納豆雞梅可以融 剛才醫生講那個血塊 那個血酸 就跟我們這個所謂尿 裡面有尿雞梅一樣 所以納豆我真的 我自己個人是滿喜歡的 但是那個納豆 不好吃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等一下 我今天來跟大家病換 納豆的那個 堪錫的那個錫是好東西是不是 所以納豆 好不好日本人都會講 你要嚼… 嚼到怎樣 嚼到這個 嚼到這個 這個絲越多 就是那個納豆酵素越多 真的喔 像後來我自己研究滿久 我自己現在也會自己發酵 做這個納豆 也滿有意思的 跟做那個優酪乳一樣自己發酵 一般買回來 我們都買現成的 現在超時都很普遍 一般超時都有 買回來你稍微解凍以後 我教大家 那我們就加一點點醬油 一般都會擠一點黃睫膜 這都它附的 一般我們都是這樣標準都這樣吃 加一點什麼 蔥花 芥末是好東西嗎 剛剛就有薑黃 它都有薑黃 薑黃在外面就有薑黃 一般我們標準在吃納豆 就是這樣吃 對 就是吃鹹的吃法 就是拌一拌…以後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樣就很想吃了 對 這樣就很想吃了 對 加個蛋嘛 但是喔 但是因為這個味道 很多人就是不喜歡納豆 我覺得可以好像臭豆 有人覺得香就覺得好吃 不覺得香不好 這樣子其實你加一點這個薑黃 或者是這個所謂黃睫膜 其實就會壓到這個味道 但是有的人就是 另外一個他不喜歡這個勾勾 很多人說這好像流鼻涕 所以他也不喜歡 好 我們就把這些味道跟形狀 把它改變 OK 做什麼方法 就把它拿來煎蛋 煎蛋 對 我來吃一個給它 所以這是納豆麥末 對 納豆的這個蔥蛋 好不好 這個剩下來可以給我 我想要 這個給它比較 它的鄭狀比較需要 現場就我可能不需要 它重症病患 客人是太大 他就想要 你那彈膝砍到這邊來 我們就今天把它示範一下 把它打兩個蛋 這個一定比你們那些 已經沒有用的那些保健食品 好多了 大概一小盒的這個納豆 加兩顆蛋 會不會加一顆蛋黃就好了 另外一顆只要加蛋白比較好 其實沒有 正常 我們正常人 如果沒有心血管疾病很厲害 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蛋黃裡面也有軟靈脂 軟靈脂也有這個功效 好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喔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我們蛋黃還是要控制 就是一個禮拜是兩顆的蛋黃 我以為一天不能超過一顆 現在是一個禮拜只能兩顆 就是重高風險對不對 對 如果正常人 一天一顆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 比如說真的很愛吃蛋的病人 我們會建議他就是 因為蛋白是沒有膽固醇的 所以你一天一顆蛋白 其實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OK 對 剛剛我覺得那個蔥花其實 如果你敢吃蔥花可以加多一點 因為蔥花裡面有一個 維生素B1非常的高 所以它可以護乾 所以如果你真的比如說 真的喔 蔥花護乾 它裡面的那個對不對 對 它辛香料又可以護乾 然後可以恢復疲勞 真的喔 剩下的蔥也可以給我嗎 剩下的蔥也可以給我嗎 給我 你今天是來上節目 還來看醫生 他很珍惜每一次上節目的機會 不會 太多了 好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不要太熟 我建議不要太熟 大家可以試 這差不多我一個人吃的份剛好 要分給那麼多人 好捨不得喔 來 有點芙蓉的感覺 我要吃掉了 你簡直是當在課白飯要怎麼樣 好好吃喔 我剛沒有幫你餵飽 他可能在你的照顧之下餓很久 而且這道老少咸宜 家裡有長輩 我覺得我很推薦吃這道 尤其家裡 家裡有長輩 對 有長輩真的要多吃這道 但是我要補充一點 因為家裡有長輩的 他看了你的節目之後 他一定會非常愛吃大量吃 可是有些人做心導館 或他有在吃藥 有時候在吃寶酸通 或是有在吃搏雞 阿斯皮靈的話 不能大量吃 它會造成他的抗凝血太強 血會流得更快 和流血不止的問題 所以是抗凝血藥的話 它的納豆的補充 不能像電視這樣子 我們在電視上講的要吃大量的 大概是一般我們買的這樣一小盒 大概一天一盒就可以 如果你每天在吃 或兩三天吃一盒 就一般我們買到那個一盒就可以 那個味道不見了 對啊 就是它會把那個 臭臭的味道 怎麼又吃越餓了 然後好吃 分量太少 對啊 都淡的味道 對 完全沒有納豆的臭味 或者用蒸的 或者你用像有一點蒸 茶碗蒸這樣子 你把它打好以後 濾過以後加蔥花在裡面一起蒸 真的 不像納豆 像阿堅 對 罵這個好笑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都是預防 如果像黃主任 真的人家已經有心血管疾病了 已經心肌梗塞了 到了醫院之後 你們是怎麼 你在處理的時候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原理 我今天有帶一個例子就是說 這個的話 它也是我們自己臨床上的一個病人 我先講解 這個是我們診斷的管子 這個我們是打的顯影劑 是黑色的顯影劑 你看我們血流一流出來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整個都燉掉了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前面我們剛才介紹的 它本來血管應該要這麼長的 結果這邊有血 它就停在那裡了 有血栓 對 整個有血栓 就塞在這個地方了 血流就整個下不去了 那血怎樣 倒回去嗎 血下不去這個時候 後面的整大片的心臟肌肉 全部都會缺氧 所以病人就是處於所謂的 急性心肌梗塞的症狀 這種的話 這個時候他的胸口就痛死了 非常痛 甚至於常常會痛到冒冷汗 有些嚴重的 甚至於心跳會變慢 然後血壓會變低 甚至要經過一些插管急救的措施 就是先把生命跡象先救回來 所以如果變成這樣子 所謂急性心肌梗塞 死亡的風險會比較高 這種像我們如果發生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會趕快去處理它 我們把那些血栓斑塊都抽掉以後 你看它其實整條路出來就是這樣 插椎 對不對 所以它本來的血管 應該是要這樣子的 如果你血栓都塞在這個地方 血流就下不去 我剛才講的導滋 就是我們會先放一根導滋 從這裡過來 過來以後 它畢竟只是一條導滋的空間而已 這個血流量一定不夠 所以我們接著會用一些吸血栓的斑塊 把這些血栓先吸走一部分 吸走啊 對 可以把血栓先吸出來 然後接下來的話 才會用氣球去把它撐起來 氣球撐起來效果不好 才會放支架 支架下去的話 它這個效果就會永久的固定在這裡 那血流的話就會順暢下來 你們做這麼多功夫 到最後都沒用才放支架 李登輝先生放了12支了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 你剛剛講這個東西跟那個通馬桶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通水管 通水管 然後再換水管 就是你要把血管裡面的髒東西 把它清掉 然後再把氣球打開來 效果不好 因為氣球撐起來以後 我們會收掉 收掉以後 如果它可能當場 血管又坍塌下來 就知道氣球效果不好 就會放一根支架 永久把它撐起來 所以賢康力聽清楚了 我們剛剛周醫師 我們剛剛講的是西醫 中醫的方面 如果心肌梗塞真的發作了 有沒有那種臨時 一下救命的那種方法